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段子最令人悲伤的是在下面一段话 通常你得了绝症 几乎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法的事 西医呢会这样安慰你 去看看中医吧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当西医跟你说这段话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放弃 让你去看中医 无非也就是个死马当作活马 我们知道通常在这个时候呢 你挽救生命的方法只有一个 皈依某一种宗教 要么你就坦然的面对死亡 要么你就依靠 对宗教的这种信念 来完成一项奇迹 这种事例呢我们见过很多次 不管是信这个地下教会的 还是信这个法轮功的 都有成功的例子 我弟弟曾经有一个员工 他得了一种 怎么说呢算是一种癌症吧 就是说他会有一些肿瘤 经常性的复发 这个病叫什么呢 我搞不清 但是他第一次的手术 是我帮他联系的 在这个南京军区总医院 我帮他做了手术 医生当时跟他说的是 每年要来复查 有可能会复发 那么两年以后呢 果然复发了 复发了以后 他去又动了一次手术 医生当时跟他的解释是 已经扩散了 生命呢极有可能 延续半年左右 这小伙子挺年轻的 大概不到三十岁 那么完了以后呢 孩子还小 他非常不愿意 这么早地离开人 也放不下对家庭的 这番致命 那么他是苏北的四羊 回家以后 那么他参加了一个地下教会 信了基督 就他信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说他是基督徒 有点夸张 比那个洪秀全的好不了多少 但是奇迹确实发生 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 那么像这种例子 在全国都 还不是一个两个 尤其是像这种 遇上绝症 那么因为信教而改变了 这个归宿的 这些特例 通常都会被认定为叫神迹 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县 所谓的这个地下教会 各个这个农村的这种家庭教堂 都把他请去 作为一个宣传的宝样 来吸引农民信教 那么中医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在中国 最近至少有150年吧 一直有一些废除中医的护士 近代史上有很多 著名的学者 都比较反感他 那么最惊险的一次呢 是1929年 当时的国民政府 甚至通过了一条法案 预备要废除中医 当然我们知道最终 他没有执行下去 中医呢 相传 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皇帝内经》啊 他记述的都是 四千七百年前 四千六百年前的一些故事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考证到的 这个中医的源头 基本上是在西汉 那么现在考古发现了一些 随藏品 有一些文本 是吧 《皇帝内经》 这个 针灸的 模具 或者说是个铜人也好 木人也好 这种发现呢 基本上都是 把他们定下来 在西汉里面 最近呢 大概有两千年 《皇帝内经》 也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提出来这个 治胃病 就预防 生病 这么一个口号 提出来最早的 目前知道最早的 应该是 很多人说 中医呢 没有用 这个观点 其实 不是很准确 我亲身有一个例子 我应该是2007年 我小女儿出生的时候 她满月的时候呢 我发现 自己掉头发 一把一把地往下掉 那我这个人比较豪面了 是吧 遇上鬼剃头 觉得挺难看 直接就给她 剃了一个图票 差不多一直保持到现在 当时医生劝我 西医啊 他劝我 他这个东西呢 压力过大 那么极有可能 他会治愈 就是你治 治也好 不治也好 这东西 他极有可能 他最终都会好 所以我尝试了一些 这个 查的药啊 按摩呀 这个针灸啊 乱七八糟一大套 最后呢 我还是放弃 放弃了以后 大概是 七年前 我在东北遇上了一个中医 也是因为好奇嘛 那我就问他 那我说这个 这个掉头啊 这个斑突啊 对吧 鬼剃头怎么办 他说很好治 他说我以前治过 我给你开服药 你去吃 吃完以后呢 十天左右 我再帮你调整一下 就是说 他这个中药 他有的时候 按照剂量 按照你的病层 他会有一些加紧 那么我就按照他的方法 在这个药店 他是做糖的意思 在这个药店里面呢 开的药方 抓的药 付完钱以后呢 药方 这个药房也收走 完了以后呢 他帮你熬药 熬完了以后 他用那个大雪玉瓶 给你灌好 把你每一顿吃多少 一天好像是两顿 吃的时候呢 你稍微加热一下 完了以后 十天以后 而且其实好像也就 一个礼拜 就这个部位呢 他就长出一部分 这个黑头发 这很奇怪的事 因为我 头发掉了以后 再长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白的 就是他有很多地方 他没有了 那完了以后 长出来都是小白毛 这一处呢 他就恰恰是 黑色 奇怪 估计呢 就是他这个药性 起了作用 十天以后呢 我就按照约定 又去了这个药房 他其实是一个 西药房 但是他有一个 中药柜 然后呢 然后呢 他有一个 咒管的医生 完了以后 很不幸 十天以后 我在去的时候呢 他那个 大门已经锁上了 药房 药房也搬迁了 墙上有一个 大大的这种 猜子 就要猜签了 这是我印象很深的 而且是对猜签 非常非常反感的 这么一个事 因为我 就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幻想着 中医 他有可能有用 是吧 至少在我 治疗这个 半徒的过程中 他让我相信 他还是有一点点作用 我不要把他 一棍子打死 对吧 那个 我们以往都知道 匹霜 能毒死人 是吧 传说中这个 潘经年给这个五大 喝的就不匹霜 其实呢 匹霜入药的历史 相当相当长 壮阳药啊 什么美颜的呢 这个春药啊 都有他 古代的这个青楼 有一些妓女 甚至拿他 做美白的 这种药 来服用 那么 现代医学中 也把这个 批霜入药 来治疗这个白血病 这个历史好像很长 我印象中 有一个这个东西 德国医生在1865年 拿他治疗白血病 那么美国人是1878年 波士顿的这个 势力医院 那么也用它来治疗白血病 那么到了最后 我们知道 中国的一位医生 他也用它 来治疗白血病 这个都是有 记载的 所以你说 中药 甚至一些 著名的毒药 它有没有用 不太要把这个话说死 是比较文化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出国旅游的人群中 有一部分人 专程 从国外 带回来一些重要 就是 忠诚药吧 譬如我知道的 在日本 大家把它称为叫 汉方药 废除中医的这个呼声 它其实呢 在做不到的情况下 它转换了一个提法 叫 废医 纯药 其实现在在中国呢 有关中医这个问题 你废不废医 它都已经自废 中医 从小 它需要 辨识药材 尤其是 清以后 它有了这个汤头歌了 那么从小 你还要 就是辨识药材 背诵点击的 同时 还要强化一些 对著名的 和记 或者 汤记 那么这种记忆 密朝历代都有一些著名的 像孙思苗 夜天室 都是耳熟能详 现在呢 因为人们 失去了对传统文化 包括传统医学的 这种传承 社会上也不常见 学徒 这种方式 很多人都是 急切地想学一门手艺 然后来正经 中国文化中 对文人 一直有一种 自我要求 甚至是 在失忆的时候 可以自嘲地说 不为良相 便为良意 那么现在这一点 别说做到 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因为 我们在生活中 接触到的西医 它比较便捷 而且呢 西医在失智的过程中 它的失误率 相对 算是少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都比较推崇西医 而至于那个 西医放血疗法 是吧 完了2000年的 这个放血疗法 甚至最终导致 这个 华盛顿死亡呢 华盛顿据说 是得了一个小病 急性严肃炎 大概是 那么他个人 也比较迷信 那个放血疗法 那么一天之内 他放掉了 几乎 他 血液的一半 他放过量了 所以他死于 吃血性胸口 放血疗法 在西方医学中 其实他盛行了 两千年 死于放血疗法 不知反击 我们现在推崇了 或者说 国人比较熟悉的 这个西医 他其实源于 启农运动以后 文艺复兴开始 那么发明了这个 显微镜 是吧 大规模的推广 这个 人体解剖 那么找出了细菌 找出了一些 病菌的起源 那么运用合成 就是化学合成的方法 制成了一些药物 所以我们现在呢 熟悉的西医 它的历史 并不久 它和传统意义上的西医 古代医学 它也是有区别 拿中医和这个西医 尤其是这个 现代医学 做比较 其实呢 不太差 那么终于 曾经在历史上 诱惑过我们这个民族 几千年 说短一点 至少两千年 是没有问题 在西学东建之前 国人就是靠着中医 中药 来治愈疾病 繁衍自尊 有一些极端的人 说中医 是伪科学 找出了一些 他们认为 不符合 科学认知的 一些东西 把它放大一下 作为一种宣传 建议求名的 很多 其实呢 完全不必要这样做 真正 在近代史上提出来 废祉 中医的 他原本是一些 真正 热爱这个国家 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 他们并不是为了求民 他们的本意是 摒弃掉 无法辨别真伪的 这些中医师 那么引进一些 可以快速确定 病情 并且 迅速 医治疾病 现代西 他本来这个目的是很善良 很少有人真正 拿他去求民 与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些 提出废祀中医 说中医是为科学的 它的出发点 其实是不一样 中医呢 不仅是因为 医师短缺 就是真正 能够达到这个 中医师标准的人 现在几乎是 凤毛麟角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中医 中医的衰落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中国人现在普遍被认为是 急功近利 已经失去了道德的约束 造假药的 有很多中医师 有很多中药 它本来是需要时间的 它是需要生长周期的 它甚至需要 特定的生长环境 土壤 温度 日照 那么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 有许多中药 是人工栽培的 栽培的过程中 甚至使用了一些 农药 激素 还有一些更恶劣 是完全的造假 那么也有一些情况呢 是从东南亚 可以树生的一些草药 他们把它引回中国 在市场上 掩盖它的产地 把几乎没有药用价值的 也放在中药房去卖 所以 古往今来的一些厌房 因为药材的问题 它已经失去了作用 假药 或者说 树生的一些药材 它完全不具备药性 也放在 药房 去鱼目混出 人们逐渐的 就失去了 对中医中药的性能 这个东西 才是中医中药 衰落的根源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 它有一个组成部分 叫针灸 或者说针法和糾法 那么针灸这个东西呢 很多人觉得 它是一种自我安慰 相当于安慰剂的 这么一个功效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欧洲的国家 美洲的国家 它是很运行中 针灸 针灸 在他们那边 很有市场 那么 我们不说别的国家了 就说美国 因为现在 针灸的一些标准 其实是在美国的一些 中医之地 那么 针灸呢 我们现在能看到 就从考古上 这种发现 马王堆里 就出土了 有关 这个针灸的博书 叫竹壁 十一 十一曼 旧金 那么 成都的这个 汉墓里面 也发现了 针灸人体国形 美国目前有 三万多名 职业 有执照 针灸师 你能说 针灸 它不是 中医的一个 组成部分 你废止 中医的过程中 把针灸 单独列出来 所以呢 凡事 不要太绝对 中医 有可能有 好的医师 针灸 它已经被 证明 在一些 西方国家 能够被 承认 那么 至于 汉方药 不仅在日本 有个卖 而且 还有很多人 特意 到日本 去旅游 把它再买回来 所以 中医 中药 这个问题 我们不用 刻意地 去回避它 它有它 自身存在的 历史 渊源 有它 历史上的 一些供给 包括到 现在 它还是会 继续地流传下去 我们可能 找不到一个 比较有经验 比较成功的 中医师 来治疗自己 身上的疾病 或者说 我们不一定能 买到 真正合格的 中药 但是不要 随大流 去说 中医 中药 没有用 或者说 它是伪科学 我们只能 说一点 我们没有 遇上 好的医生 没有买到 良心药 其实这个事情 它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必要把它复杂化